好 介大使是外交专家 有几个外交上的一些场合 当然一个就是我刚刚讲 彭丽媛跟这个乌兹别克的 这个第一夫人的一个会面 那另外一个今天我们看到 华尔街日报以独家的方式 披露这个讯息就是呢 这个大陆的这个中联办的 这个部长刘建超 渴望接任中国外长 从秦刚开始呢 这个中国外长这个职位 就备受全球的关注 秦刚的消失 后来这个王毅回国 当然王毅是忙得不可开交了 全世界到处跑 所以现在呢被认为 这个刘建超可能会来接 时间应该是今年的三月 就是这个全国人大的 一个开议期间 那一个指标性 就是今年的1月12号 刘建超不是到华府吗 到华府绕了一圈 当时候大家就注意到了他 当时大家就预料 他可能会接外长 特别是他见到了布林肯 那这是一个相当具有指标的 一个界面 那刘建超呢 在进入外交圈前 他是这个翻译 那他当他现在是中联部的部长 当过这个国家预防腐败局的 这个副局长 当过这个浙江省委常委 当过省纪委书记 当过中央纪委的国际合作局的 局长等等 那也被认为是习近平亲自扒着的人才 所以介大使你怎么看待 这两个外交场合 对我觉得就是说 在国际的外交场合 这个夫人外交 其实是蛮重要一块的 那事实上的话 这个各国有各国的特色 不过传统的外交场合 夫人外交是很重要的 那包括外长的夫人 包括这个国家元首的夫人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 在外交上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特别头衔 叫什么官方女主人 什么叫官方女主人 就是说如果这个元首或者他太太 或者说他像普丁 他现在他就没有 他是单身嘛 所以他就可能可以找一个官方女主人 重要的这种外交场合的时候 外交场合的时候 他就要代表官方女主人 来招待外国的贵宾 那些的他们的夫人 我们像我们在外交部的 礼宾师排活动的时候 元首来的时候 那都是夫人有特别的节目的 不是都是跟着 跟着他的配偶的 所以有的时候还有第一 还有第一先生呢 也要跟着那个配偶的活动 都是女性元首的话 所以这是很重要一块 那中国大陆因为他这些 有的时候他传统上 并不是这么样的 这个重视这一块 所以中国大陆的外交 事实上过去没有很突出的 所谓的元首夫人的外交 对你像江泽民 他夫人也不太喜欢 不太喜欢这个应酬的 那这个后来胡锦涛 他的夫人也是比较低调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说低调也是不喜欢 或者说他可能觉得不舒服 那可是彭丽媛是 你知道他本身的是 本来就是一个 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的 非常耀眼 因为杰出的一位女性 自己的事业非常成功 然后外形非常出色 谈吐很大方 见的场面又多 所以其实以他的条件来讲 他从事这个夫人外交的 我觉得还是相对的 比较保守一点了 他可以发挥大作用 他其实可以发挥的很多 对吧 发挥很多 不过这一次事实上的话 其实最近他单独这个 做这个夫人外交 他前一阵子陪这个习近平去 去越南访问 国事访问的时候 事实上他跟这个越南的 这个总统的夫人 就有单独的行程 你记得他有一位这个 好像是一位残障的 一位越南的女孩子 看了一些表演 看表演 那彭丽媛还就拥抱那个女孩子 结果那女孩子就感动的哭了嘛 那一幕我们都还记得 那他单独就是说 接见这个访问外宾的 这个好元首的夫人 他也过去也有潜力 不过这一次的话 事实上的话 他的报道是蛮多的 那很多都做了比较多的报道 我想这个主要跟去年开始 中国的大外交有关系 那中国过去这个国家主席 他日理万机 他能够投到外交的部分的 时间跟精力是有限的 可是你看从去年开始 习近平这种外交的 这种工作做了多少 元首外交 元首外交 这就是大外交 那这个时候 那彭丽媛当然 第一个他也要分担一些 他这个习近平的工作了 那另外一方面 他的长才也可以 也可以展现出来 而且有些这种文化 软性的一些角色 他的效果也特别好 效果很好 他事实上的话 这里面因为再怎么讲 人都是讲究关系的 在这个元首圈 如果他的这个 什么人员很好 然后他跟这些元首的这些夫人 这关系都很好 在很多时候 政治的时候 他可以发挥大作用 这都很难说的 那讲刘建超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 过去好像没有注意到 他其实他的资历非常完备 就我们从外交的角度来看 他做过这个 这个外交部的次长 然后呢 他在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 就是把外交人员都放到 这个国内的位置上去做 有的做过这些市委书记啊 或者市委的这个 省委的二把手 都有这种背景 刘建超有这个背景 而且他在外交的时候 他做过什么 做过次长 做过发言人 他是负责新闻的 新闻文化这一块的 另外一方面 他做过驻菲律宾 驻印尼大使 他都做过 所以是大国的大使 他还做过 那他现在的职位 也基本上正部级 虽然是这个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他过去是负责联络这些 各国的政党 那上一次你记不记得意大利 当时因为要退出一带一路 刘建超就特别跑了一趟意大利 然后还去跟意大利的 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的政党 进行政党外交 那这次去 我看报道说 其实华府的官员已经证实了 所以中国大陆已经跟他们讲过了 那其实这次他去这个 非常高调的去这个华府访问 当时大就说他可能要接外长 那他的年纪事实上也不算年轻 可是他比王毅小十岁 那现在王毅说实话 以他这个年纪 太累了 这个全球跑 你看前一阵子跑完非洲 还继续 还要去中南美 这个地球两端 这样子非法 你知道非不怕非 怕什么 怕时差 你时差把你的身体 身体时钟打断 因为睡眠都是破碎的啦 那个那个对身体的伤害是很无形的 所以对王毅来讲是承担很大的体力复合 而且中国大陆现在过去怎么样 他的党里面的这个中央办事联络 他除了要负责 这个对外工作 在党里面最高负责的 还有一个这个台湾问题的 那工作也很重 现在没有人接 为什么以前是杨洁篪 杨洁篪退休以后 然后呢 就是王毅去接 可是王毅现在那个位置还没放掉 党里面的位置 他又要来兼外长 实在是分身乏素 所以我想他们也物色了很久 也多吃 但看起来就是 对于外长这个职务 大陆是非常上心 非常这个 就凝缺污烂啦 对不对 我说秦刚之后 后来想来想去 大家本来还以为想说 会不会是 是那个谁 就后来又是 他也王毅回锅了 对不对 所以王毅回锅这个讯息 就显示 他在这个上面 真的是 要极度的 其实算是保守 绝对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 所以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王毅可以说是 不管怎样 硬着投币接下来 那现在终于换是 换了这个 如果说确定了 换了刘建超 就表示刘建超 应该是经过了 所有的考核吧 我想现在中国大陆 这个现在 我想他的忠诚 跟他的操守 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不过我听 刘建超就是在华府 他这个 跟这个美方的这个讨论 我的感觉 他大概是近年来 英文最好的 中国大陆的一个 英文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非常好 以前中国大陆 有个叫这个 驻美大使 李肇星 李肇星 山东人 他的英文 枪还比较重 山东枪很重 英文也不错 他北大英语西闭也 可是刘建超的英文 我觉得是非常好 而且他 这个 这个是可能 中国的外长里面 英文最好的一个 他以前翻译出身 他翻译出身 他也是好像在剑桥大学念书 在英国 外交部送出去念书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能力 是绝对可以生润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 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 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 Gaba 色胺酸等 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 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下期再见 等一下 下期再见 看下小字幕